新装发生了一些连环追撞车祸 当时是一名郭信驾驶 他和朋友去KTV喝酒夜唱 想不到结束之后 他居然酒驾 开始借来百万轿车 说是要去医院来探病 但是这名男子的酒驾 而且还无招驾驶 开不到短短700公尺 整辆车失控 撞进旗楼里面 撞毁了停放在路旁的 9辆机车 受警方货报道上 想到这名驾驶一脸不以为意 甚至就在派出所里面嬉闹 但是他酒色值高达0.69毫克 除了会吃上官司之外 还得要面对后续的巨额赔偿 表文将画面黑压压的一片 这是号称台中最大的夜市 总战夜市 就在正月9号来开幕 刚好碰上双十廉价 人潮大爆棚 想不到就在昨天开幕第二天 昨天晚上突然大跳电了 整个夜市可以说是黑压压一片 店家根本没办法做生意 好不少民众也是第一次 碰到这样摸黑逛夜市 让他们直呼这里真的是夜市 一片的意外 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个号称全台中最大的总战夜市 战地有1800平300多个摊位 这月9号第一天开幕 人潮果然起爆了 但事实上这夜市还没有取得 营业许可证 就已经停歇来自行营业 也因此呢 现在台中市警察局就说了 因为有洞线啊 垃圾侵域 还有交通等等问题 都还没有做改善 许可申请证 才会迟迟没有通过 而这个夜市呢 如果继续来抢新营业的话 将会开罚5到10万元 採访报道 生时国心的焰火呢 第一次给到台南来展出 那么现在呢 就看到有民众在抱怨了 在台南黄金海岸就有餐厅 遭到投诉 说客人花了500块钱去参加 但是居然要自己搬椅子 还要跟其他客人来抢食餐点 让消费者气得 当场要求对付 民众拿着 好不好 撇除这些不开心 来看到是双十国庆的烟火 昨天晚间首度 遗失到台南来释放 总计呢 现场释放超过27000发的 璀璨烟火时间长达33分钟 除此之外呢 现场还有400台的无人机 排出又向医护人员来致敬的文字 因此呢 吸引了民众 狂呼 抢拍照 只不过原本呢 这个现场预估会吸引 大约是25万人的人来斗场 但是最后涌入了两倍人潮 有超过50万人到场 可以说人潮真的爆棚了 因此呢 台南市政府原本规划 310辆的大客车来接驳 但是临时又加请客运业者 紧急加派人车来投入疏散作业 但是这接驳车可以看到 这张画面根本是卡在车阵里面 动弹不得 因此呢 昨天晚上很多的民众 干脆是徒步的方式 走了超过5公里 返回他们停车的地方 至于烟火呢 是在晚间的8点半结束 但其实人潮一直到今天凌晨 才疏散完毕 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为此呢 亲自来作证 直到晚间的11点50分 目送完最后一位旅客离开 他才安心的离开现场 今年的国庆焰火 是在台南余光岛来登场 而主题就叫做 民主台湾自信前行 看到了是以双十 作为整体的舞台架构 吸引了许多人潮前往来观看 而今年也特别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设计了防疫英雄桥段 400架的无人机 配合像是排除了口罩 还有数字等等特效 要向努力对抗武汉肺炎的 所有人来致敬 带您回顾精彩画面 说到昨天是双十国庆日 但是就要来看看实际上 有多少的台湾艺人 献上祝贺 只能说台湾艺人还只有 真的只有一个人来庆贺 其他人几乎是一片劲敲敲 唯一这一位被赞爆的人就是他 资深艺人台志源 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祝贺中华民国国庆 而且他还直言了 我们国家生日为什么不能讲呢 向他发气发言 吸引了很多网友来朝圣 大赞他还是真男人 台湾艺人典范 就连中国网友也跑来 反过来赞美他 说他实在是很有种 好另外这两位艺人 包括是来自乌克兰的艺人瑞莎 还有来自土耳其的吴凤 两个人也是分别在脸书祝贺双十国庆 他们大方表达对于台湾的爱 而他们两个人发文也吸引了 蔡总统亲自来回复 不过反观这些艺人 说到像是王大陆啦 还有之前在中国国庆高歌的欧阳娜娜 甚至像是林志玲 罗志祥 吴奇隆等等等 足凡不及被载 好所有人被点名了 昨天安静一整天 也难怪呢 这样的状况让馆长大肆嘲讽了 说到他们再忍一下 因为今天就可以说话了 金正恩这近半年来多次 传出他身体状况恶化 因此也让外界相当关注 昨天他出席 这个北韩朝鲜劳动党 创党七十五周年的表现 而让外界相当压抑的是 当时金正恩在致此的时候 感谢还赞扬说 北韩到目前为止 武汉肺炎零确诊 限制他速度哽咽 到最后还激动落泪 这位东亚的政治强人 过期数个月来 展现清明 而且又多愁善感的形象 加上他的身形略为销售迹象 因此也让外界好奇 是不是和他大病出狱有关 这一位说的是 泰王瓦吉拉隆公 先前他的豪奢的情境 就引发了不少争议 甚至爆出他说 短短五个月时间 花费超过新台币三千万元 但实际上 从今年的七月份以来 泰国就掀起了学运浪潮 曼谷还出现大规模抗议的活动 现在民众要呼吁约束王权 同时要求宪法要改制 如今就连德国外交部长马斯 也在国会直询时候表态了 说泰王瓦吉拉隆公 不应该继续待在德国境内 遥控泰国的政治 先不排除要和欧盟来商讨 冻结与泰国的自由贸易 昨天是双十国心 就有民众放烟火来庆祝 但是一个不小心 差点酿成意外 当时在云林就有民众 释放烟火不慎 就导致附近的提案 整排失火 再加上附近就是加油站 一度也让状况相当的危急 不仅如此 今天也是廉价 最后一天 苗栗问水国小的校长室 也传出了火警意外 现场警铃大作 消防队到场之后 立刻布水线来灌旧 幸好这两起意外 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好来看到是直播主 连千亿她回来了 可以说她交保之后 动作频频 昨天是双十国庆日 她说未来欢庆双十 特别要排卖十辆特斯拉 而且是零元来起标 为的是要做公益 但是看起来呢 这个连千亿似乎人气大不如前 虽然线上人数还是有破万人 但传以前这个四百万人 在线相较之下 真的是人气大不如前 高嘉瑜日前是针对居住正义 直询了内政部长徐国勇 希望他能对这个时评制 计价议题能给个交代 但是当时徐国勇不断在跳针 这样的画面 现在就连网红馆长 陈志涵都看不下去了 他气得在直播当中 替立委高嘉瑜来说话了 而对此呢 高嘉瑜也说 希望徐国勇 不要用谢责的方式来做回应 但事实上 徐国勇他的发言风格 过去就常常惹出争议 包括蓝绿都曾经 和他吵过假 所谓的居住正义 对民众来讲 当然非常的重要 事实上长年以来呢 台湾大楼住宅的公社占比呢 呈现了逐年再增加了趋势 像是新建案的公社 比现在已经膨胀到30% 甚至到45% 而且房价还持续在上涨 民众花非常多的钱在买房 但是勾达五分之二的空间 根本没办法实际来运用 像是这样花钱买虚皮的现象 在台北市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 当然无形中 也增加不少民众买房负担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重创了观光业 那么紧接着 冬天又是旅游淡季 现在各大饭店寄出了优惠 希望可以来抢客 像是凯撒饭店就推出了住宿券 买五送一 平均每个晚上只要2000块钱 最低折扣1.6折 另外是韩社集团 还有精华酒店 则打折之后 只是5000元有少 除此之外 精华还会天天送限量千元蛋糕 电影Z世代的眼球 培育更多的科技人才 让世界看到高雄的科技产业能量 高雄市政府 特别是在伯厄特区举办了 无条件敬畏的系列特展 运用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结合实体来展示 激发参观的民众 对于科技未知的无限想象 除此之外在场外 还找来金曲奖的这一家乐团灭火器 热闹来开唱 将活动推向高潮 欢迎订阅现场 带您来关心的是 日前在高雄索营有中年男子 被发现突然之间 中风倒卧在床上 而会发现的人呢 居然是住在楼下 同样也是中风卧床的 男子的老母亲 而之所以会发现 主要靠的就是这名男子 持续敲打长达三个多小时 制造声响 也因此让母亲察觉 有疫情外用 协助来报案 及时救回儿子 酸笋炒肠这道菜吗 其实您知道这道菜 本身是一道桑腌菜 那么就是由美食作家呢 前往知名台菜餐厅来用餐 结果发现呢 店家的料理手法 和准备桑里宴客食的方式 如出一彻 因此呢 也让美食家相当惊讶 店家居然没注意到 这样的细节 而类似所谓的桑腌菜 其实还包括像是 冬菜鹅肉 芹菜鱿鱼等等 主要就是看各地方的 习死而定 双十国庆 那么昨天新竹县政府 特别是在县府前的广场 举行了庆祝大会 及升旗典礼 而因县长呢 杨文科的邀请 有最美丽主持人 封号的资深艺人 白嘉丽 他也出席了典礼 在特别的日子里面 和民众同欢 一起来祝愿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桑原市平镇区的一处 土地宫庙 因为使用了 公园地因此 一直没有向市府 相关单位来登记 存有土地的问题 今年八月份呢 这个公庙呢 又遭到了 卖淫集团首脑 透过了黑箱作业 强占主委职位 也因此呢 当地的里长 陕妹姜佩颖 她在街道 李明成情之后 火速连说 三千位李明 向桃原市政府 发文成情 希望市府 可以介入处理 男子从2002年 开始网购 各种各样的物品 但是他从来 都不柴包裹 而就在他 因病促世之后 家人替他清理遗物 结果发现了 这些巨量的包裹呢 总价值超过 新台币1.5亿元 要带您来关心 是油价的最新讯息了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 说从明天 凌晨零时起 汽油价格不调整 另外柴油 则是调降了0.1块钱 新闻最后 这样的最新讯息 提供给您 感谢您收看 祝您平安 我是雪耀 与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